至於在沒選過後的更多政治分析呢 我們要將時間交給德州州立大選的 主席教授翁呂中翁教授 是 這裡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好 教授我想要請教 因為現在大家在討論說 包括在今天早上川普的一個發文 認為說一度大家擴大解說 他是不是已經承認敗選了 那現在他也說可能會針對大選提出違憲訴訟 您就您看 這個勝算大嗎 是 川普確實今天在推特上面發了一個文 然後他在強調的是說 他跟全美國的民眾 尤其是針對他自己的支持者 強調的是說他會在美國遍地開花式的 提出所謂的選舉的訴訟 其實剛剛至於問到的問題是 他到底有沒有機會能夠翻盤 事實上是沒有機會翻盤的 可是沒有機會翻盤 大家會好奇說既然沒有機會翻盤 為什麼還要提出選舉訴訟呢 其實這後面有所謂的政治的動機 他的目標其實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我們仔細去分析的話 我們按照美國的聯邦法規的規定 川普陣營共和黨的政治人物 朱利安尼或者是川普自己本人 非常清楚 12月14號當天選舉人投票的時候 各州的選票就必須清算結束 包括了所謂的選舉的訴訟也必須告一個段落 這是按照過去的這個法院判例來說 所以簡單來說 這一個月的時間 川普他們非常清楚必須要利用這個月的時間 好好的來盤算 怎麼樣累積他的政治能量 怎麼樣讓這7200萬的選票可以繼續的 集中在他們的陣營身上 集中在川普個人的身上 會未來鋪路 可是我們如果真的來分析川普這樣的動作呢 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是看現在 第二個是看未來 所謂的看現在是指川普現在提出的這些訴訟 我們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 這是完全是五本生意 非常符合川普的商人性格 所謂的五本生意是 選舉的結果已經不會改變了 可是他用這一個月的時間 只要各地的大小訴訟能夠達到一點點的效果 包括了可能抓到了一件 一個州一個小郡當中有計票錯誤的部分 他可以透過再次透過他的推特推文 他可以透過右派的媒體 把這樣的選舉的計票的疏失呢 把它渲染 渲染的結果是會有更多的支持者 會懷疑這次的選舉結果 到底是不是真的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會影響到接下來拜登政權 他的執政的合法性 川普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抹黑的手法 如果可以真的找到證據 他就可以抹黑民主黨的政權 這是以現在來說 那如果以長期的未來的接下來的四年呢 川普如果可以做到 如果拿到一些證據 或者即使沒有的話 他的這個強硬的反抗的動作 也可以讓支持者覺得 這個人還是繼續在奮鬥當中 未來的四年 無論是川普自己想要再進選下一任 或者他要扶持所謂的他的子女 或者是幫助他的國務卿龐貝歐 或者是彭斯 再繼續來 在四年後重新選舉總統大位 其實都是有幫助的 這一個月的法律動作都會有幫助 所以我們在看這一次的這個 這一個月的訴訟呢 已經不用再看說他是不是會翻盤了 已經要去思考或者是評估 他的政治背景跟政治動機 以及政治的盤算 其實川普陣營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可以做到任何一點點 他們就算賺到 完全無本生意 進可攻退可守有何不好 王教授我想要再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當然是川普 還是一個不認識的狀態啦 但是我想要請教的是 如果現在和平交接這個狀況 有一點困難的話 同時我也想要請教一下說 以拜登目前來說 其實他沒上任 看起來挑戰就蠻多了 包括疫情的關係 還有相關經濟怎麼復甦 甚至在美國部分 怎麼樣來重新和解 以及現在RCEP已經正式簽訂了 對於經濟方面 其實川普以拜登來說好了 是不是其實也是一個 他非常重要的一個難題 拜登上任的第一個難題 至於您講的沒錯 他的難題非常的多 他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所謂的疫情 各位如果稍微聊 剛剛看到各界新聞 其實都在報 就是說美國的疫情 現在還在不斷的飆升 當然這跟選舉過程當中 或者是選舉結束之後的 所謂的慶祝 慶祝或者是抗爭活動 是有關係的 這都造成了疫情的缺口 所以拜登上任的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防疫的動作 再來在防疫的過程當中 如何能夠兼顧美國的經濟可以復甦 美國到目前為止 失業率還是居高不下 所以內政上面 光是內政就有疫情 還有經濟失業率如何救回來 這兩大難關在考驗著他 那在國際的情勢上面 拜登一直想說要透過國際的合作 然後來把美國的重新升量來拉抬起來 包括了美國的經濟 也可以透過外貿來合作來拉抬 可是我們知道剛剛志宇提到了 RCEP剛剛簽下去 RCEP是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在亞太地區 美國當然是被 美國當然不是在RCEP當中 那為了要因應RCEP的問題 拜登的政府 拜登的政權必須馬上考慮的是 如何找到另外一個平台 可以跟RCEP進行對抗或者是抗衡 至少還有一些競爭力 那當然大家就會想到說 之前川普退出的所謂的TPP 拜登會不會再重新加入 我們在這邊要提醒的一點是說 拜登的政權他能不能夠加入TPP 現在有更大的變數 因為日本跟其他的所謂的TPP的成員國 在同時簽了RCEP之後 願不願意讓美國可以重新用 回到這種主導者的地位加入TPP 這是拜登政權在國際上面 國際的外貿上面 也會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您剛剛講的完全沒有錯 拜登在內政外交外貿上面 都有很大很大的困境跟挑戰在等著他 再加上我們前一個題目在回答的 川普還在希望在國內 減損他的這個執政的合法性 這一點我覺得光是這些 大家可能聽到都覺得頭很大 所以拜登的政權恐怕上任之後 要處理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臺灣要跟美國進行怎麼樣的交流 也是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拜登政府怎麼在因應這些困境 王教授我想要再請教 因為你剛剛也提到說 其實現在整個國際情勢是非常詭訣的 尤其是在美國大選 雖然說大家都知道贏家是誰了 但是其實整個各國的元首 其實態度都是非常保守 甚至有人是遲遲不敢發出賀電 你認為說現在各國其實這樣子 捉摸不定的狀況之下 會不會其實也會影響到 拜登他在一些相關的政治動作上 也會有些影響 確實現在各國還是有一點覺得 到底美國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到底穩不穩 拜登是不是確定要當選 有一些國家可能還有這些關心 不過對於拜登來說 我們稍微有一點點可以比較正向的思考 或正向看待的原因 是因為拜登畢竟是一個從政 非常多年的一個政治人物 那拜登其實個人的私交 跟世界各國的政要 我們其實之前有提過 他的長年的政治經驗 加上他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聯席委員會擔任主席非常多年的時間 所以他其實在世界各國的政要的心中有一定的地位 即使有一些國家可能還沒發出賀電 可是拜登自己的私人的連結 其實是很夠的 所以未來呢 我相信拜登在上任之後 世界各國跟他跟美國的新的政權 可以很快的搭上線 只是現在可能卡關在這個包括了選情啦 包括了這個川普的政府 還不願意釋放出交接的意願 這些讓大家有點卻步 可是我相信拜登的政府上任之後 連接國際應該沒有問題 尤其有趣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拜登的這個副手 Kamera Harris 這個賀錦麗 因為他的關係 所以現在印度對於他們這個政權 其實蠻高的期待 那我們知道印度不在RCEP當中 所以拜登的政權是不是可以 透過賀錦麗跟印度做連結 美國跟印度做連結 然後來做RCEP的抗衡 這一點我們是值得觀察的 那台灣也應該要觀察 美印之間的交流 好 我們非常謝謝人在美國的 王教授 特地接受我們的視訊連線 謝謝你的意見 好 再來我們要來看到 距離是美國總統就職典禮 開始已經是倒數了 但川普依舊是不肯認輸 握有政權交接資源的總務管理局 到現在當然也都沒有簽署相關的文件 目前拜登的交接團隊 是無法取得官方資源 但是在大選之前 拜登的陣營早就已經動起來了 也為接任來鋪路 但現在川普忙著選偶清算 到目前為止來說 華府的政治情勢氛圍來看 民主共和兩黨要合作 完成平安的交接 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川普不承認敗選 支持者天天走上街 從白天喊到黑夜 共和黨內也分成兩派聲浪 儘管選戰結果底定 準備進入交接的過渡期 但川普陣營甚至是共和黨對外口徑一致 依舊強調大選還沒有結束 就連司法部長巴爾也力挺川普 雖然外界認為這一連串的司法訴訟 沒有實際效益 最後可能只是公關宣傳 為明年初參議員補選鋪路 而且這些法律行動也有期限 12月14號各州選舉人 召開會議投票之前 就必須塵埃落定 國會也會在1月6號之前 正式接受投票結果 但選舉戰線持續的拖延大法 讓拜登的政權交接小組 比起以往要面對更多的阻礙 讓我告訴你什麼事 2008年 川普總統在選舉上選舉的勝出 在11時上 在選舉上選舉 兩小時後 GSA總統寄了我一頓 特朗普領執行動 總統管理局 總統管理局 目前為止 拖延大法 幫助拜登的組織 改進行動 負責過度工作的總務管理局 到現在還沒有簽署確認拜登 是總統當選人的文件 交接小組還無法取得 約990萬美元的過渡資金 也沒有全縣指派團隊 到各部門接觸聯邦官員 展開營銷工作 我們無法通過資金 他們說 他們已經花了錢 他們已經花了這幾個月 法律的法律 所描述和推測 如何這個轉移 是由特朗普總統 是一位主席總統 現在選舉拜登 交接小組要在70多天之內 重新聘用4000名聯邦僱員 其中1250人 還需要獲得參議院的認證 況是人事佈局 就已經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因此早在選戰時期 交接小組就已經成行 這個轉移組 已經有100個組員 沒有能夠在轉移組員 組員會繼續增加300 到達到天上 選舉團隊 國內通常會分成兩組 打選戰和交接兩投並進 前選擇 他們全力的重視 是要打敗其他選擇 但實際上 他們需要設立一個分別的 運動組員 也因此拜登的過渡時期網站 已經針對包括防疫等議題 洋洋沙沙列出對未來發展的目標 更在盛選後的第一個工作天 就公布了防疫小組的名單 我將會不斷勞 把這個疫情轉移 把疫情轉移 把疫情轉移 因為現任在即又能影響到下一屆的總統人選 會一不做二不休展開大清算 國防部長遭到閃電開閘 國防部次長在內三名五角大廈高層也跟著請辭 美國國防機構陷阻震道 雖然現在美國政壇猶如兩個平行世界 但專家強調川普的行為只是不符合慣例 就法律而言並不會影響到拜登的就職 拜登按部就班規劃交接事宜 思考怎麼修補因為疫情以及政治紛爭造成的撕裂 這就是拜登朝白宮邁進的第一步 How do you expect to work with Republicans if they won't even acknowledge you as president-elect They will They will TVN新聞 綜合報導